簡單,還有一個祈禱,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今天是5月13日,亦是花尼米亞聖母的尖禮 在此亦都好讓我們真的要感謝瑪利亞,我們的聖母瑪利亞 讓我們能夠體會到天主的這份仁慈,這份美麗 今天我們特別去看《若莫方言》20章 就是耶穌復活顯現的這些篇章 都讓我們在復活的光照之下,能夠更加接近耶穌基督 更加成為一個真正跟隨耶穌的人 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願你同在 你在婦女中受贊重,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贊重 天主也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 恩父及聖神之名 各位你們好,應該不用自己介紹了 我們現在看《若莫方言》第20章 20章其實有四段,有些聖學者很粗略分四段 有意思的,因為這個結論結語其實都是說 我們在前面的四段之後 我們應該怎樣去聽到福音或者看到福音的人 怎樣去做見證 這個是有意義的為我們 好,那我們現在看看 就是那個經文,好嗎? 我想大家都拿著聖經去看的 就會更加好 好,那我們首先就讀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講《胸墓》 如果《詩高聖經》記載是一個《焚墓以胸》 這一段,這個福音 每年的復活節的主日一定會讀 其實我們復活期裏面都會讀整個20章 一定的 但可能有時候,因為例如11節到18節 是復活節那一日主日的黃昏就會讀 變了有些可能未必完全去聽到 但很肯定我們復活期已經會經歷過那些四段 我會有兩次,關於20章這一部分 可能今天會講第一、第二段 另外那天,應該是27日那天 我會用第三、第四、甚至第五段去講 裡面其實都值得我們去留意的 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慢慢去反省 甚至密想的地方 好,那我們一起讀 雖然你們未必會開麥克風 不過不要緊,我們一起讀會好些 好,如果開始就請大家打開 約莫福音20章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 經驗給他放在那裡了 八多六別禍哪另一個門徒出來 往那裡去了 兩人一起跑 但哪另一個門徒被八多六跑得快 先来到了坟墓那里 他父身看见了放着的脸部 却没有进去 随着他的西门八多路也来了 进了坟墓 看见了放着的脸部 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 不同脸部放在一起 而另在一处卷着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 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 我们读了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会好好体会一下 我们不只是看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空的坟墓的故事 而当中若望 特别是在福音的时候 他很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他这个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耶稣復活耶稣復活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耶稣是没有说过复活这个字 是没有说过复活这个字的 在若望福音里面 耶稣復活 不是耶稣三次提到他自己会复活 那是对观福音 在若望福音里面 耶稣去说所谓的复活 不是的 他将会被举起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复活可能为我们来说是一个概念 一个信仰里面 是一个我们经常说核心的 不过是一个 可以 意思是什么? 是 嗯 我反过来解释会好些 如果耶稣说 他将会被举起来 或者他举起来的时候 这个是受光荣 好了 如果我们说耶稣復活的时候 就好像缺少了 若望福音所说 耶稣会受光荣的那个时候 复活好像耶稣自己 某个程度上 好像他复身而已 好像等于耶稣的限期积 又复身其他死人 我们也知道 信仰上 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复活 和他限期积 复身死人是不同的 但是 若望福音就说了 这个很重要的不同在哪里 不同不是在于耶稣的复活 又肉身复活 或者 天主让他复活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于 若望我觉得很清晰 耶稣被举起来 就是他光荣的时刻 在若望方面 耶稣有两次可以这样说 其实笼统来说 是一次 就是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我所谓的两次就是说耶稣 这个凶武的时刻 没有人见过耶稣如何复活 不过很肯定 很肯定 若望他说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 是天主光荣他 或者他是光荣的时刻 就变成了我们会更加感觉到 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高 甚至在空的坟墓 原因上我们会推论 不用推论 真的知道 因为空的坟墓 所以他真的知道耶稣的复活在 所以这个就是他最光荣的时刻 所以你会见到 若望福音 其实他的苦难 他的蝙蝠是三分之一 比其他的记载 若望福音的苦难 的始末 我们每年都读 他真的是整个 若望福音里面的蝙蝠三分之一 所以你看到 其实若望是想说耶稣的 是这个光荣的时刻 他不是想说耶稣苦 他没有血淋淋的血迹 若望福音 也没有说他很痛 或者怎么样 而是若望他说耶稣就是这个光荣 你会见到 其实我们 我们应该要看二十章之前 要看了耶稣的受难 但是你会见到耶稣的受难 很多时候 其实在若望福音的记载 其实是 比拉多去审耶稣 一定会调转 耶稣去审比拉多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有些耶稣说 如果不是天主给权利 你有什么权 这些这样的说话 究竟是 你说我是犹太人君王 还是你听到其他人说我是犹太人君王 这些似乎 整个语气 若望福音很清楚 他想说 其实耶稣才是最主要 在耶稣受苦 受审的最主要 不是主角 他不是被动 他反而是耶稣是主动的 好 那 好 我们说回二十章的时候 我们会看回 希望大家记得一些东西 所以耶稣的复活 在若望福音里面 第一 他没有说复活这个字眼 第二就是说是耶稣最光荣的时刻 我重复多次 耶稣最光荣的时刻 若望福音可以说是 钉在十字架上高 也可以说是他复活的时刻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双重的意义 应该这么说 好 看看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 一周的第一天 这个很清晰 即是说预节过了 即是说是现在我们的星期日 所以我们星期日 现在献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清晨天环刻的时候 有一位 瑪利亚·马特勒纳 瑪利亚·马特勒纳 这一个人物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 现在是本督 好像是本督十六世 教终将他的尖礼提升 提升到 本来是纪念的 变成聖日 即是我们有分每一日 聖族的聖人 我们会分不同的级数 教会礼仪中 最重要是节日 然后是聖日 然后是纪念 教终将马尼亚·马特勒纳 这个纪念 变成了聖日 即是说提升了 为什麽呢? 教终说是第一个 去将耶稣復活的喜讯 带出来的 就是马尼亚·马特勒纳 马尼亚·马特勒纳是谁呢? 其实历史当中 或者更好说 圣经研论中 还没有一个定论 有人说可能就是 是马尼亚的妹妹 马尼亚 亦可能就是一个淫妇 因为耶稣曾经在她身上 说了七个魔鬼 说她是一个淫妇 之后第二段 我会再解释 为何我们会这样去看 或者有什麽意义呢? 马尼亚去到坟墓的时候 漢件石头耳从墓门楼开了 请大家留意 如果刚才你们细心 或者现在都请你们看回 这一段 只是一至十一节 你看到有多少个漢件 想大家明白 有些漢件是有意思的 但这个漢件是什麽呢? 第一节这个漢件是说 我们就这样看 一个观察一个现况 这个现况就是这样 一个石头挪开了 一个现况的我们所谓的漢件 如果我们硬用英文 因为始终英文我们容易理解多些 普通是look at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漢件 第二个陈切的漢件 就是八当六和耶稣所爱的门童 跑到墓墓 他们进去看到些什麽呢? 看到念墓和漢根 好,我们去到那裡 才说第二个陈切的漢件是什麽? 玛利亚、玛德里纳去到墓墓 看到墓墓 墓门打开了一个 他看屋就是这样的 之后 他跑去找西门八当六和耶稣所爱的两个门童 这些人有点暗示 是否说其他宗徒不在呢? 可能是 但是八当六和那位耶稣所爱的门童 有时事在一起 在药望方面 时事在一起 好像很好朋友 好朋友 所以 玛利亚、玛德里纳就跑去找他们 跟他们两个说 有人从墓墓中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 他们把他放在那里 有人从墓墓把主搬走了 其实 你会见到 玛利亚、玛德里纳去到墓墓的时候 看到什么呢? 看到就是这个墓门落开 但是他立即有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 有人把主搬走了 其实 他有没有进墓墓呢? 圣经没有说 不过我们会觉得 可能没有 所以他才有一个这么快的结论 如果他进墓墓的时候 有机会他们都成为了 好像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门徒 第二层次的看见都不定 不过玛利亚、玛德里纳也没有 也有另一个暗示 他说 我们不知道 他们把他放在那里 这个我们 可能不只是玛利亚自己一个去 还有其他人去 所以呢 他这个结论去到 即即即有这个结论 甚至更好说 用对公方来说 有一群妇女 这群妇女有个结论 就是说 咦?有人搬走了耶稣的遗体 最后是 他们 究竟这个他们是谁呢? 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暗示 那群公议会的所有人 施制掌之类呢? 有些识客者说是的 有些人暗示他们 但其实 他们要搬走耶稣的遗体做什么呢? 是否想做一些 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鞭尸 或者去侮辱 那样 其实可能是的 或者更好说 犹太人呢 如果你不能够好安葬 都是一个很惨的 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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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 然后又不能够好安葬 所以可能 某个程度上 犹太人都会这样想 不过 再加上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有的 因为犹太人 你记得 当对古方也好 或者药物方也好 犹太人 犹太人是叫比拉多 去钉耶稣 在十字架上构的 十字架的刑罰 不是犹太人的 犹太人要做一个死刑 是钉石头的 十字架的刑罰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侮辱 这个是来自波斯的 波斯的刑罰 就是说 不应该让一个尸体 留在地面 他应该离开地面 就是说人 本来我们人应该脚踏实地 安葬在土地下 但是波斯的刑罰就是说 这个不再是 因为这个犯人 就不再有权 成为像其他人一样 安葬 所以他们 钉在十字架上构 钉十字架的那班 势子手 是专业的 不要以为 人都可以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是专业 为什么是专业呢? 其中一个专业就是说钉的时候 是避开了所有 可以即时死亡的所有东西 例如你钉在手的时候 大动物是避开了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要令犯人更加痛 越痛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折磨 虐待 所以就是这样 原则上 有人研究过 钉十字架不是流血死的 不是流血就死了 如果流血了 应该要再放血 不是的 就是因为 研究说钉十字架是因为 令人的呼吸 会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困难的时候 呼吸得不好 没有一个氧气供给 所以变成了 里面的肺部 也会想身体有更大的吸氧气 所以变成了他每一次呼吸的时候 都很辛苦 这真的是一个医学上的研究 所以最后来 原则上就是窄息而死 大家都知道 耶稣旁边两个空反 为什么会打断他的脚呢? 就是因为不能让他的脚 支撑整个身体去呼吸 所以可以更快死亡 因为没有氧气 亦都肺部积聚更加多的 即是换不到气 所以积聚更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身体 即是身体 身体就会更快完结 好了 所以 在这里 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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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侮辱耶稣 这个侮辱 不需要公开 只是 他不能落葬 便是最大的侮辱 所以 八多六 和耶稣所按的门徒 立刻去看 他们的心情 不是肯定 现在的一刻 不是去看耶稣在哪里 而是他们的心情很复杂 就像马尼亚所说的 有人搬走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 即是我们 我们是一个很尊重的人 本来落了葬 突然跟我们说 那个尸体被人盗牧 盗走了 我们会怎样呢 所以会很紧张 所以他们跑 八多六和耶稣所按的门徒 然后去坟墓那里 两人一起跑 这个是若望夫人很强调 两人一起跑 之后一个比八多六跑得快 另一个门徒比八多六跑得快 为什么这样去说 有些使用学者 会将八多六和耶稣所按的门徒 去演绎成为教会 现在 教现代 不可以叫现代 意思是 教会之后所发展出来 历史当中的教会也好 那个情况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叫做 一个叫做 八多六是代表的一个 叫做 制度上的教会 什么叫制度上的教会 有神品 即是主教 神父 执事 接着有其他人 例如 这个制度 例如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教 武道班的导师 都是制度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教宗方浙国已经出了 如果要教武道班的导师 是先要接受派遣 是现在的 以前有一个派遣 不过唐区做不做 不要紧 但是 现在方浙国觉得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是先要接受派遣 因为是教武道班 所以 现在 我们都在适应 究竟怎么做呢 这是新的 可能连中文 都未必有翻译的一个情况 当然 永远都是 这些教会出来的文件 或者要求的东西 都不一定太快 虽然 现在 科技很进步 但是有些东西 未必 我们马上会知道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先派遣呢 就是说 承认作为导师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是身份这么简单 是一个很重要的召叫 这是召叫 就是我们做神父 或者收到的召叫 武道班导师不是一个仪器 所以是值得每一个武道班导师去反省 所以这个就是召叫 好 接着 八多六 就是说一个制度上的教会 制度上的教会 可能有很多行政 或者其他 而 有圣课者就说 耶稣所爱的门徒 是什么呢 就是一群 不是说制度和非制度 而是一群什么呢 是忍收 可以这么说 若望的一个教会观就是这样 它有两个层面 即是教会 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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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觉得教会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制度上高 另一个是忍收上高 忍收是注重什么呢 注重跟天主的一份关系 这份关系是说 忍收是在教会当中是非常之重要 他们着重自己的祈祷 甚至更好说 是听圣神的声音 之后慢慢影响制度的教会 可以这么说 非常之对的 所谓对的就是历史当中就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如果大家都知道认识教会的话 你知道梵蒂江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前 即是五十多年前 现在是六十年前 就是 尼撒 神父是背着教友 用拉丁文 然后突然间改变了 用本地的语言 用神父面向教友 其实为什么呢 或者不要说为什么 而是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是不是那帮主教自己去决定 其实不是的 原来呢 禮儀的改革 特别是凡儿之后的禮儀改革 是一早已经有的了 不是六十年代 是一百多年的时候 什么叫禮儀改革 就是一帮忍修院的忍修士 他会如何将当时的禮儀活现出来 当反义的时候 那帮主教会看回 原来在忍修院都在做这一件事 是实践这一件事 似乎这是更加适合近代的教会 所以他就用了禮儀的方式去这样做 所以制度的教会是被忍修院的修士或神父影响的 其实有很多都是的 就是教会里面很多很多时候的一些情况 当然我们很少会这样去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牵涉到历史 我们也没有需要讲很多历史 让教育知道 或者甚至一些禮儀的改革的时候 其实我们牵涉到的什么呢 当中有很多事情在争吵 所以我们也很少跟教会讲 不过在若望的 我强调一下 若望的教会里面就是这两件事 一个是制度上的 一个是忍修 或者专注跟天主的关系的一群人 我们统称叫忍修 当然了 一群修道人都可以专注在祈祷当中 例如什么叫修道人 方祭会就是修道人 持有会就是修道人 其实方祭会和持有会就是有修士的 那些修士或者甚至 我们现在 我很想说 如果你看到夏主教 你叫他做修士 都对的 都对的 即是他是修士 不过他现在是领了神品 所以呢 他同一时间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制度上高 一个是修道上高 在夏主教身上就变成这样了 以前陈书记也是 陈书记就是一个修道 本身是持有会 他领了神品 做神父 接着就做主教 最后就做书记 所以 所以其实你叫陈书记 或者叫夏主教 都可以叫他做修士 他当然了 在教会里面 永远我们 就是有这么大 叫这么大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知道 为何会伯多禄和另一个门徒 是这样呢 那些神学家 或者圣经学家 就会去说 这两个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亦都在反映着 若望的教会观 好了 他们跑到坟墓 两个人一起跑 先到坟墓的 我们去到第五节 他苦身看见了放着的年部 却没有进去 第一个去到坟墓的 应该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那苦身看见 这个看见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看见是第二个层次的看见 以及第六节 他说 随着他的西满 百多禄也来到了 尽了坟墓 看见了放着的年部 这两个 一个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以及百多禄所说的看见 第二个看见是什么层次呢 就是一个 可以这样说 或者叫做去沉思的一個項鍵 如果英文可能會容易一點了解 叫做contemplate 即是有一個反省 包括反省在裡面的 包括去問為什麼 如果我們剛才說look at 的項鍵 就是沒有問為什麼 只是看到現況而已 現況是這樣 這裡有半杯水 如果我們contemplate的項鍵就會問 那些半杯水為什麼只有半杯呢 又或者是誰喝了半杯呢 這就是所謂的第二層次的項鍵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整個第一段故事裡面 可以這麼說 帶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反省 或者是一個密想 好了 我們看到了 他們兩個進去墳墓 看到一個查看 有什麼在這裡 有什麼在這裡呢? 有臉部 有汗巾 不過中文這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形容 它說得不太好 翻譯 我意思是 或者更好說 不是翻譯得不好 而是說 沒有翻譯更加好 為什麼呢? 是因為 所謂的領報 中文才可以這樣 但是如果真正原文裡面 其實它有分一些 有分什麼呢? 因為有詞態 意思是有過去式 現在式 將來式 或者過去完成式 過去進行式 之類之類的詞態 例如英文 英文的詞態 比較簡單 希臘文的詞態 就好像拉丁文一樣很複雜 但是如果說這個領報的時候 雖然是一個名詞 但其實它都有一些值得我們去留意的 一般的領報是包著遺體 即是脹迫迫的 但是這個領報 在希臘文來說 它很有趣 它的形容 不是包著 即是 有一個詞語 就是這個領報 其實是包著一些東西 的詞語 但是在這裡 就不是說包著一些東西 這個名詞 這個領報 所以你說 認不認得到 當然 怎麼說呢? 當然這是一個很近代的神學家 或者更好說的聖經學者 的一個理論 當然以前沒有這麼細分 包著一些東西的領報 所以這個可能在傳統裡面 未必會聽得這麼清晰 真的有一個聖經學者在研究 用這個字眼 這個領報這個字眼 有沒有其他在其他文化裡面的經典裡面 去怎樣用 才發現到 他在說這個包著 好了 不過這個包著的東西的時候 他也在研究這個字眼裡面說 是空的 即是甚麼意思? 是包著了 不過裡面是空的 怎麼形容好呢? 好了 想像一下 請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領報 就好像 我用氣球 氣球容易一些 氣球好像吹漲了 就漲了 但是呢 但是呢 之後就放棄 放棄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形狀在這裡 好像扁了 而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個領報是扁了 但是仍然好像滾著的一個位置 但是裡面是扁了 就不是說是拆開了 不要請大家留意 這個領報不是拆開了的一個 怎樣說 那個領報 這樣 好了 所以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他們 這兩個門徒進去 即是西門八道 和耶穌桑的門徒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驚訝 很驚訝 一個包得很緊的 但裡面沒有 空了 好像一個氣球流了氣的念報 他們會想到甚麼呢 剛才說的第二個層次的漢件 所以他們就會有些問題出現 這個問題是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他們看到的 好了 接下來是什麼呢 他說有頭上的那塊漢筋 不同臉部放在一起 而再另一處捲著 這個更奇怪 猶太人習慣也有一塊漢筋 即是正正方方的漢筋 在耶穌的臉上 覆住了 那 這塊漢筋 不是跟領報在一起 意思是他們很清楚去看到 當時在描述甚麼 是領報是一個人的形狀 但是空的 裡面沒有東西的 好了 這塊漢筋 這塊漢筋是在旁邊 捲著 在旁邊捲著 放在另一處 可能是在旁邊 或者是在 怎樣說 跟領報分開也不一定 但是捲著 我經常都講笑 講到這裏的時候 我跟教友 甚至跟小朋友講笑 即是說你要起床的時候 記得要折皮 你看耶穌復活之後也要折皮 即是捲著 所以 代表甚麼呢 即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 首先 一群人 不是一個人 去偷耶穌的遺體 他首先要開了耶穌的臉部 可能有技術厲害的 就說 不需要全開的 就是把形狀在這裡 就是臉部還臉部 抽了耶穌的遺體出來就可以了 可能 但是 沒有任何的裂縫 好 接著之後 另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偷耶穌的遺體的話 要不就把那個臉部 丟到地下 所謂的另一處 不是地下 記得 這裡很強調的 不是在地下 這是一個重要的一件事 讓我們看到一些 一個 不是很闖絕 最重要是表達 耶穌的復活 不是闖絕 更好說 不是有人偷 因為 耶穌很有心機 把臉部 捲起來 你可以想像一下 為何 若望他這樣寫 是因為 你想想 一個偷遺體的人 去盜墓的人 會不會 真的跟你那麼好 首尾 把臉部捲起來 或者甚至 整個臉部拿起 然後拿走也不頂 所以 這裡說得很清楚 有足夠時間 所謂的足夠時間 是 人也好 如果看到這裡 人也好 或者耶穌自己 復活之後的耶穌也好 是有足夠的時間 好好地把 所謂的 漢根捲起來 但是 這個是 八多六進去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八多六看到 不是看 就是問很多問題 值得我們去問很多問題的時候 或者八多六帶領我們 去說出一個情況 描述一個情況 有臉部 也有漢根 好 接著那個 耶穌上的門徒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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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再看了 所以 在第八節 一個很重要的說 先來到墳墓的那門徒 也進去了 一漢見 這個漢見是第三個層次 這個第三個層次 如果中文可以這樣譯的是一個透視 所謂透視 不是說 看到後面 本來有一幅牆 這個透視不是說 看到後面的東西 而是看到 這件事 現況 這個 茶漢的背後 剛才我用了一個例子 喝一杯水 我只剩下半杯 這是第一個層次的漢見 第二個層次的漢見 就是 有人喝了半杯水 或者有一個人泡了半杯水 這個叫做茶漢 第三個透視的 有完英文的 叫做 Insight 或者叫做 Spiritual Insights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透視 這個人 喝了半杯水的話 他是不是很匆忙而離開呢 這個透視再加上 咦? 那誰會很匆忙離開呢? 誰會進入這間房 或者這間屋呢? 這個匆忙離開的人 有什麼事呢? 是不是聽電話呢? 又或者在做其他事情呢? 就是有一點 就好像 查案一樣 要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這個insights 就不是的 這個insights 或者跟我講 這個 耶穌所愛門徒所講的 這個漢見 不是說沒有任何的基礎 意思是說警方或者警察查案 是鼓的 例如我剛才說 他喝了半杯水 是不是很匆忙 是不是聽電話呢? 這個是我們猜的 但是 這個透視的理解 多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直接地去知道 這個原因 或者直接地去帶到那個結果 這個才是第三個 漢見的層次 我不知道表達得清不清晰 如果我們就像警方 估計 為什麼只有半杯水 是不是那個人很匆忙 聽電話呢? 其實仍然都是第二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是什麼呢? 我早就知道他 要 聽電話 所以 回頭去看 為什麼只有半杯水 就是因為他 他在喝水的時候 要說著聽電話 所以他喝了一杯 第一個就是 那個不同的地方 可能第二個層次 和第三個層次不同的地方 所以 耶穌所愛的門徒 進入一項見 就是第三個層次 接著下一個句子 就說什麼? 一項見就相信了 這就是 什麼呢? 就是第三個層次 為什麼成立呢? 就是因為 耶穌所愛的門徒 是相信了 好了 當我們在說 第1、2、3個層次 關於項見 其實聖經學者 是沒有任何的爭議的 但是 一到說相信 聖經學者 就有一些爭議了 相信什麼呢? 可能我們信仰裡面 很快就有一個直覺 相信耶穌復活 這是因為我們有信仰 但是不要忘記 當時耶穌所愛的門徒 未有信仰 所謂未有復活的信仰 或者 未曾體會到什麼復活 那何來會相信呢? 所以 一個很重要的學者 兼聖人 非常重要的 就是聖奧師弟 他說 這一個相信 不是相信耶穌復活 一看見就相信了 就是 耶穌所愛的門徒 相信 馬尼亞 馬達力納所說 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這個很合理 另外 聖奧斯汀說 因為後面 第9節說 他們還不明白 他們還不明白 耶穌必須從死者中 復活的那段聖經 奧斯汀也在用這個角度 就是第9節 你看看 他們還不明白 所以怎麼相信呢? 就是這樣 好了 所以奧斯汀是大神學家 所以他說的話 都影響了很大 但是 有很多的聖經學者 後來 都反駁奧斯汀的 說什麼呢? 不可以因為有第9節 所以 斷定了 那個相信就是 馬尼亞馬達力納 為什麼呢? 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剛才所說的 第三個層次的漢建 如果相信馬尼亞馬達力納的話 你只相信馬尼亞看的是 漢建的第一個層次 就是一個 一個 最多去到第二個層次 就是 Content Play 是這樣的 但是 漢建在希臘文裡面 有三個層次的話 那我印象在哪裡呢? 第二個 理據就是 什麼呢? 就是 相信和明白 是否一定掛勾呢? 我們有很多事情 是不明白的 包括真的復活我們 是不明白的 是不是? 不要說相信 有些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好像現在很高科技 但是說真話 我們了解我們身體有多少 只是很簡單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有血壓高呢? 這是沒有一個醫生 或者一個醫學家 告訴你 什麼是血壓 沒有的 只是有一個現況 有一個血壓 當血壓高會如何? 血壓高會 有很多問題出現 為什麼只有這個數字呢? 正常的一般人是80幾 下80幾 下80幾 上亞就不要超過130 為什麼是這個數字呢? 這是平均數字 所以 所以 連這個我們都不明白 這是一個 不用相信 是一個現況 又好像這麼說 我們的生命 為什麼會出現呢? 這是一個事實 這是一個事實 所謂為什麼出現 為什麼精子卵子結合了就會出現 這個生命呢? 不只是我們人 暴雨類動物 甚至用生蛋的動物都是這樣的 你可不可以兩個卵子 就可以生一個生命 不行的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 我們都不明白 所以 明白和相信 不是掛毆 很肯定 所以 不明白 是否不可以 相信耶穌復活 其實 可以這樣說 就是 不是的 所謂耶穌復活 應該這樣說 他們相信什麼呢? 就是相信耶穌所說 他會被舉起的 耶穌所愛的門徒 有沒有耶穌被舉起的經驗呢? 有的 請大家留意 若望福音 是得若望福音記載 是得耶穌所愛的門徒 在十字架下面 是不是? 耶穌跟他說 女人 這是你的兒子 跟耶穌所愛的門徒說 這是你的母親 所以耶穌所愛的門徒 就在十字架下面 他第一次 剛才我提到 第一次舉起 好了 第一次舉起的時候 所以 現在 耶穌所愛的門徒 所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 他會經驗到 耶穌第一次舉起 這是光榮的時刻 現在耶穌 我們會說 用這個字眼 復活 這是耶穌第二次舉起 這是光榮的時刻 所以他相信 是合理的 相信耶穌服 不是相信 馬尼亞、馬尼納 說耶穌遺體不見了 好了 問題也出現了 為何只有耶穌所愛的門徒 相信呢? 百多禄 為何沒有他相信呢? 他們同一時間去看 百多禄是不是差一點呢? 這不是聖經學者解答到的 而是什麼呢? 是靈修學者 靈修學者說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若望福音寫得 這一個門徒是誰 這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 是否耶穌所愛 所以耶穌給了能力呢? 可以這麼說 是 耶穌給了什麼能力呢? 就是一個愛的能力 他體會到耶穌所愛 所以 他多了耶穌這份愛的能力 去看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看所有的東西 不是第一個層次去看 第二個層次去看 而是第三個層次去看 是一個 spiritual insight的層次去看所有的東西 所謂所有的東西 就是 生命裡面所有的經歷 有時候我們需要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需要用這個角度去看東西 我們不要只是說 很表面 我可否舉個例子 就是 最近跟一個 朋友去聊天 當然他有些不開心的經歷 家庭裡面有些不開心的經歷 我忘記了我怎樣跟他說 不過我馬上就跟他說一件事 就是 你在這個經歷裡面 你覺得天主在嗎? 這個經歷裡面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放棄了天主? 他說不會 不過他很痛苦 他很想問為什麼 我就跟他說 我也答不到你為什麼 或者甚至沒有解 沒有這些答案 不過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天主讓你成長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去明白 當然 我認識這個 所謂我剛才所說的朋友 我認識他的 所以如果我不能夠 貌貌然跟一個教友 來宅後跟我說 我就不開心 我不能夠馬上說 天主我讓你成長 這個是不會安慰到他 因為我認識這個朋友 所以我就在說這件事給他看 他很明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不是最近發生的 他痛苦了差不多三個月 他的朋友如何安慰他 如何經歷 他說就是這三個月裡面的沉澱 所以才能夠接受到 天主某個程度上讓他成長的一個考驗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看 我們自己的生命的一些事情 都好像在用這個漢見 漢見的一個第三個層次去看 我想很簡單的一件事 可以容易一點去看 就是第三個層次永遠是跟天主掛偶 永遠是跟耶穌掛偶 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我們作為教友 作為基督徒 基督徒基督的人 我們的生命裡面 所有經歷的一切 我們不能夠跟耶穌掛偶的話 那我們要怎樣叫信去呢? 或者叫接納他呢? 或者叫跟隨他呢? 所謂這個掛偶就是 值得我們靜下來去看 我生命這個歷程裡面 天主想我做什麼? 正如我剛才所說 方謝的教宗 為什麼要所有武道班導師 都要做一個派遣呢?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 他很想提升武道班導師的地位 直接提升 這是一個召叫 所以不是一個教書 是一個召叫 不是你講完你所懂的聖經 講完你所懂的道理 讓武道者知道 這是一個召叫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第三個層次的項現去看 是讓其他人都能夠 或者更好說 教其他人都能夠用第三個層次去跟耶穌掛偶 如果純粹去教書的話 是沒有意義的 純粹去講道理 是沒有意義的 那是什麼? 是要那個武道者去跟耶穌一齊 去建立自己的生命 所以呢 最後我想說回來 這個相信 就是由第三個層次去看 出現 回想一下我們自己的信德 約武方有92個相信 原文 中文翻譯的時候未必是這樣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做編論文是在講這件事 92個相信有兩個是有點不同的 即是說90個相信裡面 是直接指向相信耶穌基督 有一個是說不相信 不過都是指向不相信耶穌 另外一個就是間接指向耶穌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看的這個 就是究竟相信什麼呢? 是嗎? 不過有些聖愛者說這個相信 都是直接指向耶穌 所以不是 有另一個也是間接的 不過好像沒有很強調 不過不要緊 總之知道所有92個都是指向耶穌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所以我們看回我們的信德 我們的信德 我想不是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 因為在唐區裡面 會看到 為什麼一些人 會有一份信德 現在教友的意思是 但是有些兄弟姐妹 當他們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之後 就好像連… 怎麼說呢? 不相信 應該這樣說 簡單一點 就是完全不相信 為什麼呢? 我想都會是所謂的 就是看見的第三個層次有關係 什麼意思呢? 將生命和耶穌沒有掛勾 他只是可能回來 終然做服務也好 純粹是為了自己 為什麼為了自己呢? 可能我心安理得 可能我做服務的 不過我在服務裡面 是為了自己能夠捕捉我自己 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跟耶穌的那份掛勾 更加用靈生的角度說 沒有跟耶穌建立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好了 什麼關係呢? 第二段 《若望福音》二十章 第二段我們會說 這是什麼關係 好 我盡快說第一段後面 他說 他們還未明白第九節 他們還未明白 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的那段聖經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聖經學者發現了最大的問題 哪段聖經 如果若望福音去寫福音的時候 他應該是最後一個福音 最後寫的 即是四部福音裡面最後寫 我們不可以說 當巴多禄和耶穌所奧門堂去到的時候 已經有其他福音在 如果有其他福音在的話 我們容易找 但沒有 不會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一定是舊約 那最糟糕 那就是最糟糕 舊約是沒有復活的這個概念 或者更好說 死人復活的這個概念 沒有一段聖經適用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我們信心裡面第三天復活 舊約都沒有說 是耶穌自己說的 如果是對官方說 他會是第三天復活 舊約是沒有提過的 即所謂沒有提過 不是直接去提所謂的復活 即是說第三天是一個光榮的時刻 那光榮的時刻 你可以有很多東西 好了 問題在這裏 哪段聖經的舊約 沒有 好了 好間接 好間接 好間接的有一段聖經 大家都很熟悉 聖詠第22篇 聖詠第23篇 是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一無所決 22篇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你們實識 我的天主 你為什麼蛇我 請你們回去看22篇 我們通常說這篇很苦 所以耶穌用這個 在十字架上的一個祈禱 有人說耶穌在十字架上做什麼呢 很肯定耶穌在痛 所以耶穌應該 就是猶太人 一定要懂得背聖詠 因為他們每一天祈禱都會有聖詠 所以耶穌在十字架上 由第一篇聖詠 開始背到22篇 然後才說 我的天主 你為什麼捨棄我 但其實很多聖經學者都質疑這個理論 因為我們的天主 我們的天主 在說什麼呢 阿羅伊 阿羅伊就是阿尼亞 所以有些聖經學者就說 耶穌是專門的 專門讓人聽到 他在說 就是第二篇 22篇的聖詠 因為跟阿尼亞相似 也可以這樣說 不僅是士兵 師祭長 在聽耶穌說22篇聖詠 不要忘記在耶穌十字架下 有哪一個在 就是耶穌說我的門口 我說請你們看22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通常看前面的部分 如果禮儀當中 都很多時候只是看前面的部分 看後面的部分 沒有說復活 不過 一個很大的落差 或者完全是不同的景象 前面很苦的 天主捨棄我 我怎麼受苦 完全說了耶穌十字架上面的東西 但是什麼呢 但是最後 不是最後 就是後悅 後面聖詠後面的部分 就是什麼呢 是說 我的後悅會是幾喜樂 我的後悅會是一個 怎樣怎樣的後悅 是很大的落差 什麼落差 就是一個感覺的落差 前面是苦的 後面是喜樂的 所以 哪一段聖經呢 沒有 沒有啊 沒有一段聖經 就是配合耶穌的復活 伊撒二十字架書 正在講耶穌的二人怎樣苦 但是 咦 二十二篇 又嗎 又正正可以這樣說 是耶穌自己講出那段聖經 請大家真的回去看 二十二篇 那個味道 你可能會馬上被前面的苦 蓋了 因為人很有趣 苦永遠是行先的 我們記憶 我經常都說 什麼 不如已是十常八九 其實不是的 慢慢去看回我們心裡 不如已是 不是十常八九 只不過我們記住那些東西 不如已 記得是十常八九那些 好那些我忘記了 例如我們教小朋友都是這樣 我們不記得好的東西 通常記得他頑皮的東西 成績差的時候 說謊的時候 頑皮的時候 就是這樣 好的時候 乖的時候 不會的 就算他乖 好 今天怎麼樣都很負面 特別是中國人 為什麼這麼乖 肯定有陰謀之類之類 我們會是這樣理解的 所以請你由中間開始 我忘記第幾節 盡量從中間開始去看 你就會發現 其實是起落的 你由第一節開始 就一定苦了 你苦到下去 你都看不下去 什麼我的後裔會起落 我的後裔會因我而著弱之類 這樣的事 我們很少會留意到 所以請你們從中間開始 所以那段聖經可能就是22篇 聖明22篇 好奇怪 好奇怪 就是兩個門徒 第10節 回家 回家 我的意思奇怪 是什麼呢 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經常都很喜歡用20張 整個20張去做密相 有時候我自己個人的避證 或者都拿出來 我的體會是什麼呢 我們在生命裡面 我們有很多很驚訝的事情 現在耶穌所謂的遺體不見了 耶穌的復活 終於我相信 但我都需要什麼 需要去沉澱 怎樣沉澱 回到原本的我裡面 不是再需要去投降去問為什麼 而是真的回到自己的心 即是我們生命可能經歷了很多 我們需要用第三個角度 這個就是為什麼第10節這麼特別 很突然的 這個第10節 我會覺得 即是所謂的 本來是在說什麼 在說那個相信 在說哪一段聖經 突然敲我們的頭殼 回頭 我們現在回到現實 現在做什麼 沒什麼要做了 回家了 若目方法 很有趣 寫 我們看11節到18節 我們一起讀 瑪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邊痛哭 她痛哭的時候 就苦身向墳墓裡窺巷 見有兩位穿白衣的天使 在在安放過耶穌遺體的地方 一位在頭部 一位在腳部 那兩位天使對她說 女人你哭什麼 她說 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那裡了 說了者說 就向後轉身 見耶穌站在那裡 她不知道他就是耶穌 耶穌向她說 女人你哭什麼 你走水 她以為是圓丁 就說 先生 若是你把他搬走了 請告訴我 你把他放在那裡 我去取回他來 耶穌給她說 瑪利亞 她便轉身 用希伯來話對她說 達布里 就是說師父 耶穌向她說 你別拉住我不妨 因為我說沒有升到父那裡 你到我的弟兄那裡去 告訴他們 我升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那裡去 升到我的天主和你們的天主那裡去 瑪利亞瑪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 我看見了主 並報告了耶穌對他所說的那些話 瑪利亞 有人說 其實應該將第二節 直接去到第十一節 其實中間沒有八多六跑去墳墓 其實不影響整個故事 就是 或者就是第一節 瑪利亞 瑪利亞見到墳墓 看到石頭有墓門 下開了 那瑪利亞在墳墓外面痛哭 其實不影響整個故事 有些人說 為什麼無端端又有八多六 或者耶穌所愛的墨陀華 一個空墓的記載呢 但是現在變成另一個層次 另一個角度 就是瑪利亞做那個主角 前一段就好像八多六和耶穌所愛的墨陀做那個主角 其實 剛才我不是說教會那個 不細道的教會 或者修道的教會 有些陰謀論 就說 為什麼要加這個白刀錄下去呢 因為 因為 就是 中途是男人 不可以被女人說 成為第一個主角 這個 我叫做陰謀論 不過我覺得不是 教會一向一向都對女性非常之抬高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會說 瑪利亞、瑪利亞 就是第一個宣布耶穌復活的喜順的人 不是八多六 肯定不是八多六 因為八多六未明 就算是宣布耶穌復活的人 應該都是耶穌所愛的墨陀 不會是八多六 如果我們看看瑪利亞 瑪利亞 在飯幕外面痛空 明白的 瑪利亞看的是 剛才所說 看見的第一個層次 他見到的一個現況 就是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所以他去哭 我們不能夠否定 這件事 耶穌和瑪利亞的一個很特殊的關係 我們也不需要很直白一點 不需要很猥瑣去看 耶穌和瑪利亞的一個男女之間的關係 不是在說這件事 而是一個師父和一個女徒弟的關係 瑪利亞因為女性特別有一個感覺 你不見到八多六哭 你不見到耶穌所愛的瑪利亞哭 正正在瑪利亞哭 這個痛哭是讓我們看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自己 我們一些事情 一些生命當中的事情 我們極度極度傷心 可能有人被出賣我 又可能一些很哀傷的事情 或者其他很失敗的事情 我們看不到 我們也不想繼續在兇的佛墓裡面 即是瑪利亞沒有進去兇的佛墓 她傷心到去練 即是怎麼說 她不想進去最核心的地方 如果我們知道兇的佛墓裡面 是可以在這裡練步和寒筋 原來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很傷心的時候 或者很痛苦的時候 其實我們更加要進入那個傷心痛苦裡面 做什麼呢? 是在跟耶穌建立關係的地方 好了 不過 瑪利亞在墓墓外面 她也沒有回家 很奇怪 她跟阿多禄報告完之後 她再跑 可能跟巴多禄一起跑回墓墓那邊 在同學的時候 她也去看這個規項 規項是說她沒有進去 在外面裝一下 裝一下 裝一下也可以這樣說 是看見的第一個層次 就是看見的層次 就是看見的層次 她看到什麼? 安放耶穌遺體的地方 一個有兩個天使在這裡 一個在頭部 一個在腳部 有兩個天使在這裡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印象 有看過一些藥櫃 以色列人的藥櫃就是兩個天使 兩個甲魯賓天使在這裡 這個形象是《約夢福音》融了這個形象 《約夢福音》完全打破了舊藥所有東西 舊藥的天主似乎要求很多 新藥的天主是一個愛的天主 不是要求的 所以 所以 《約夢福音》也會打破 這個舊藥 為什麼要有藥櫃呢? 為什麼要有藥櫃呢? 耶穌的年代藥櫃已經不見了 兩個天使在這裡 所以耶穌那個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藥櫃 藥櫃裝什麼? 兩塊板 就是梅室的時候那兩塊板 好了 《約夢》沒有對觀福音 例如《馬逗福音》這麼強烈 耶穌是梅室 但是 《約夢》也有 可能要少許解釋 為什麼《約夢》也有 例如這裡 講兩個天使就是《約櫃》 《約櫃》是哪個年代的? 梅室的年代 所以耶穌是梅室 剛才我忘記了 記不記得剛才說 耶穌的汗巾 卷了 放在另一處 和臉部 記不記得 當梅室在山上下來 拿了兩塊藥板 再重新兩塊藥板 見天主 他的臉是發光的 發光之後 他在用一塊布遮住 所有以色列人害怕得很厲害 因為看到神就會死 所以梅室用這塊布遮住了 耶穌的項巾 有些聖經學者說 就是梅室這塊布 現在這塊布揭開了 就是說 人是可以看到 看到 編著 不需要隔著這塊布 不需要再有梅室 所以這是《約櫃》 然後 這裡 也有第十三節 一個很特別的字眼 《女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神父在解釋十字架下面 聖母馬利亞和耶穌所愛的門徒 她說 女人 這是你的兒子 如果她解釋這個女人 是在說一個深奧話 或者叫做 因為女人的專稱 是在《創世紀》裡面 是男人 即是阿當 給女人的 是男人給的 所以這裡 去講女人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意味 待會我會再講 什麼重要的意味 是新的伊甸園 這個花園 這個耶穌所的墳墓 是一個新的伊甸園 慢慢去看什麼 有梅室在這裡 打破了 現在再打破 還有創世紀裡面 人的創造 所謂打破就說 咦? 天使她說 雷人 你哭什麼 好了 即是 在說什麼呢? 在伊甸園裡面 人是 怎麼說 墮落 這個哭是說人的墮落 可以這樣去理解 所以呢 楊王芳立刻就說 有人把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裡 好混亂 不知道要做什麼 在這個情況裡面 所以她說 她只是說出 有人把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們放在哪裡 這是在反映馬里亞裡面內在的那個 究竟我應該要做什麼呢? 本來我帶了很多香料去父母耶穌的遺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道別 其實呢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真的是一個道別 如果一個很親的人 跟一個自己親的亡者 可以碰到她的肉身體 一個亡者的身體 其實那個道別是很大的 跟她做衣服、化妝 不過現在我們香港不會 絕 其實原則上我們中國人應該要這樣做 例如 有些人都是這樣做的 有些人都是這樣做的 兒子要跟媽媽媽媽去做 父母為體 包紮等等 不是沒有人做的 一定有人做的 不過 問題是說 這是一個人的情緒的道別 所以她本來想著一個這樣的情況 意思是她可能按住了猶太人的習俗 或者最後一次想見到耶穌 藉著她的遺體 又或者真的想道別之類之類 她很想跟耶穌再去說話 縱然可能耶穌不回應她 她覺得是一個屍體 但是她也想 但這件事我所有事情做不到 情況是甚麼呢 就好像我們心裏面遇到一些 我們失敗 我們的計劃不能夠完成 我們做不到 我們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不知所躁 未能夠混亂 我要做甚麼 現在要怎樣 我本來的計劃打亂了 未必是計劃的 我的心命被打亂了 這就是馬利亞的情況 所以她不是… 怎樣說呢 不管天使問她甚麼 她沒有再跟天使交流 她立即怎樣說呢 說完之後轉身 她不算是不理會 我覺得她現在仍然在自己的想法裏 那一個計劃裏面 她可以這樣說 沒有層求其他人的幫助 很奇怪的 這個樣望方面說得很清晰,這是天使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形象 那馬利亞是不是真的看到天使 就是知道那兩個人是天使呢 如果知道的話,是不是應該要向他求助呢 那究竟耶穌的遺體去了哪裡呢 例如天使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很有趣 其實我們在想天使究竟是誰呢 或者形象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被一些畫去欺騙了我們 是不是一定有譯呢 是的,因為去年說了 甲魯斌有六隻譯 但是其他天使是否有譯呢 我們不知道 按照一些見過天使的人的記載都說是有譯的 不過呢,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心裡,我們有一些是天使的使者 未必是一個靈性的 可能是我們附近身邊 我們認識也好,不認識也好 不是扶我們一把 亦點醒我們 教我們去看 用第三個層次去看漢見 這個感覺 好了,看回聖經十四節 馬利亞轉身 看到什麼呢? 看到耶穌在這裡 又是一個漢見這個字眼 請大家問一下 這個字眼究竟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 不過我會覺得應該是第二個層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問耶穌 所以他應該會查漢 應該這樣 而且不是問那麼簡單 而是有一點質詢 不過他作為女性 當時男性的主導社會 他的質詢只可以這樣去問 很客氣的 如果是你搬走了 請告訴我 馬利亞可能是一個很好屁股的人 如果遇到一個不好屁股的人 就說你搬去哪裡 立刻可以這樣去質問 所以 很有趣的一件事 馬利亞不管兩個天使 他知道兩個天使 幫不了他 然後轉身就看到一個人 以為是圓丁 好了 這個圓丁在《讓望方》裡面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清楚的 可以講講耶穌的比喻 那個圓丁是誰呢 是《讓望方》第十五章 是說負是圓丁 記不記得葡萄樹和葡萄 我們前幾個主日都聽過 我父是圓丁 記得這件事 他說以為是圓丁 我父是圓丁和圓丁有什麼關聯呢 值得大家去密想一下 所以他說 先生如果是你搬走了 請你告訴我 馬利亞 所以馬利亞 所以他問 不過又很奇怪 到了第十六節的時候 耶穌跟他講 叫他的名字 《馬利亞》 然後馬上就說他變轉身 同一個習慣或者同一個景況 天使問完馬利亞,馬利亞可能回答了 之後轉身 這裡也是耶穌問完馬利亞回答了 然後轉身 如果他不是轉身的話 不需要十六節當他聽到自己的名字就再轉身 這是我們應該這樣去推論的時候 所以馬利亞是用這個模式 同一個模式 我們叫做馬利亞的模式 我作的,不是聖經學者作,是我作的 什麼模式? 人家問他,回答完轉身,不理會人 我們會不會當我們生命面對一些困難 這些挫折的時候我們都不理會人 什麼叫做不理會人 我對 我認為的所有解決方法,我對 是這樣的了 這就是唯一的了 這就是那個模式 不理會人的模式 我看著我的鏡頭,我是貼了一張紙 所以就跌了下來 OK 所以這個不理會人的模式 其實我們有的 只不過可能是強烈與否 有些人可能固執到什麼都不理會 問分我們自己 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變成我們不理會人 總之是用我,我是全世界最適合的那個 又或者全世界只圍著我來轉那個 所以馬利亞聽到耶穌喊去馬利亞 很有趣的 以很多聖經學者這樣寫 在這一段裏面 在一個霧園 一個花園當中 剛才我講的 這是在反映創世紀的樂園 這一段是好像一個愛情故事 或者一個一男一女在談戀愛拍拖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男就是耶穌 在喊這個女的名字 創世紀的樂園 是沒有名字的 女人是不是? 有,是不難忍作的 但是當什麼發生的時候 請大家記不記得 當吃了所謂的 知識愛說的果子之後 阿當怎麼回應天主呢? 阿當說是 是你做給我的女人 沒有名字的? 阿娃不是那時候阿當給的 阿娃是離開樂園之後 阿當才給這個女人的名字 還有什麼呢? 就是說 完全都說是你做給我的女人 我想用什麼語氣都好 就是把這個人置身是愛的 但是耶穌在這個 墓園裡面 這個花園裡面 去叫瑪利亞的時候 其實一個很大的 為瑪利亞 應該這樣說 或者更好說為我們 是很大的 很大的愛 在這裡很多時候 我都會邀請一些人 耶穌跟我們說 是叫我們的名字 不是叫瑪利亞 當瑪利亞很混亂 不知道怎麼做 習慣了不理人的模式的時候 當耶穌這樣叫自己 我們也是 我們混亂 習慣了不理人的時候 當耶穌這樣叫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呢? 瑪利亞有一個很典型的我們 人嘛 典型的我 什麼呢? 一再轉身的時候 就跟她說 勒布里 本來剛才說 很浪漫 我不知道大家說不可以 其實原則上 應該很浪漫 一個男人叫一個女人的名字 不過 這個女人怎樣會形成她? 師父 就是 你會突然間 啊 就是 怎樣說呢? 你會不會跟你的 你的 你的愛人 對方叫你的名字的時候 你會 你會回回去 不要聽 我只是作的 死佬 就是 隔了一層 這個 可能很誇張 但我想表達的就是這一點 瑪利亞仍然用著她 不是模式 有一貫的觀念 去看耶穌 去看復活的耶穌 我意思是 所以是師父 還有什麼? 她開始 她想擁有耶穌 所以她抱著耶穌 沒問題的 因為這是人之常情 或者可能是失而復得的時候 失而復得的時候 就最想擁有 我 我 都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 我快要搬屋 都發現了 死了很多東西 比我搬來牛頭角的時候 還多了 我 就是怎樣看一看 這些 真的幾年都沒用了 這個是一個人教我的 你幾年沒用的東西 以後都不會用的 所以你可以扔掉它 或者送給別人 就是不要 那 我是想 為什麼當時我會留的呢 就是可能 一些小朋友的時候 沒有 沒有就先留著 有用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我想強調的 所謂的失而復得 所以她抱著耶穌 然後耶穌說 你別抓住我 不放 接下來的星期日 我們是耶穌 升天之日 就是這裡 我未到 升到 腹那裡 好了 記不記得剛剛那個禮拜 耶穌告訴我們 我不稱你來做仆人 稱你做什麼 朋友 好了 這裡再說一次 一個不同的稱為 你到我 弟兄那裡去 和馬利亞說 他稱門徒做什麼 或者稱忠徒做什麼 弟兄 兄弟 不是朋友 所謂不是朋友 可能為我們更親密的層次 剛才我想說的就是 和耶穌掛鉤 建立關係 是建立到什麼 不是朋友的關係 那麼簡單 不要想停在朋友的關係 而是什麼 去到兄弟的關係 為什麼 耶穌立刻 可以這樣說去解釋 我未到升到我的父 和你們的父 同一個父 不是兄弟嗎 這個是不是耶穌 耶穌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楊文福告訴我們 原來耶穌不是單單 應該這樣說 我想我們相信也好 或者我們信仰也好 不要停留在耶穌復活那裡 耶穌復活帶給我希望 我的生命就會有復活 會有好 不要停留在這裡 我的意思就是 我應該要有第三個層次的那個項鍵 就是什麼 我有個父 本來 補充徒可以這樣告訴我們 本來這個父不是我們的 我們是義子 但是耶穌在啟示這個 我有個父 耶穌復活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告訴我們 祂之前說的東西 祂是由父來的 祂是父派顯來的 祂所有的都是由父告訴祂 祂說給我們 祂要我們相信就是這件事 復活的基督 祂的見證就是 祂支持了我的東西 全部是真實的東西 所以是我的父和你們的父 所以是我的父和你們的父 沒有分彼此 當然你說 可不可以說我們的父 那裡去嗎 我想 可以這樣去理解 不過 不過 會不會將 將我們的父 變成我們 一般人所理解的父 耶穌的朋友說 我的父和你們的父 就是 首先一定有耶穌所說的父 耶穌所顯示或啟示的父 才是真實的父 如果不是我們的父 就變成我們理解的父 現在意思是什麼 那些弟兄 就要去理解這個父 這個用什麼去理解 就是用耶穌的角度 用耶穌的啟示去理解父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或者甚至 我看一些參考書就是這樣去理解 參考什麼呢 這個不是聖經來的 這個是靈修來的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20章 真的是一個靈修來的 所以當我們面對我們的 現在差不多 可能我下個星期再補充後面就可以了 面對我們的生命裡面 可能我們的失敗也好 痛苦也好 其實我們要想 讓祈禱 想求耶穌什麼呢 就是 不是單單安慰我們 不是單單叫我們 或者解決我們的問題 而是求耶穌 讓我們記得耶穌的父是怎樣 耶穌的父真是一個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這樣說 為什麼 若望要寫耶穌所愛的門徒呢 有人說 這個耶穌所愛的門徒是若望的 不是這樣 那是不是若望很自大呢 是耶穌只有愛他呢 有人當然為若望去平反 他說不是 因為這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說 耶穌所愛的門徒是每一個門徒 如果他把耶穌所愛的門徒 放在自己 或者是若望 或者甚至可能是其他門徒的時候 那變了 讀者就會認為 去空母的只有這兩個人 但是現在耶穌所愛的門徒就是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去空母 都要回家 都要去做見證 然後下個星期我們會講見證 也都請大家留意一下 《路加福音》 關於阿瑪烏兩個門徒 你去看看 只有一個門徒有名 我忘記了是不是阿歷山大 對不起 不是阿歷山大 忘記了名字 你一個門徒沒有名字 為什麼 這裡一樣 是我和你一個門徒 很失望地回到自己 我抱有希望有耶路撒冷 我的希望就是耶穌打大勝仗 但我失望耶穌死了 回到自己 所以 這個經驗是很重要的 所以 這些耶穌復活的記載 不是單單告訴我們信的人知道耶穌復活了 耶穌復活了之後 其實是跟我們的生命 我們自己的靈修信仰成長 有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讓我們繼續走我們的路 這個真是值得我們靈修的地方 不過很可惜 很有趣 當四巡旗 通常不會看耶穌復活的記載 就算是帶備證 非常少 絕對少 其實不是的 我們不只是看苦的方面 也值得四巡旗 其他備證去看這些 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下星期就會繼續說回 第二和第三 耶穌顯現給門徒的情況 謝謝 謝謝 佑神父 好 不是下星期 是再下星期 再下星期 對不起 23號 27號 謝謝神父 謝謝神父 謝謝 帶領一個祈禱 好 好 我們都繼續用聖母經 今天都在用方式教宗 去渴望我們在祈禱當中 去記住很多很多 在現在的疫情當中 面對著沒有希望 絕望的人 求聖母馬里亞繼續去 為我們轉道 也繼續求聖約室 為我們更加成為 就像祂一樣 如何跟隨耶穌基督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阿瑪 萬福馬里亞 你充滿聖聖 要求聖如此 就像祂一樣 為我們宣布 來自教祂 是一個聖神之名 對聖神之名 父母 在熱傷 非常有理由 祈禱 為我們聖聖 謝謝 說得很精彩,盧孫夫 是